威斯里系列 第三篇 妖火之真君之毁灭 尼匡 第十四部 逃亡 当然 我也曾考虑到 如何处置那个司机的问题 那只好暂时委屈他了 因为我已经注意到 那升降机是多年之前汉堡的出品 饰样十分旧 是顶上有一个洞可开的那种 我可以将那个司机从那洞上塞上去 让他留在升降机的顶上 而当我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司机之后 我便可以有机会 自由来去观察去路了 我身边总带着一些 十分灵巧的化妆工具 要化妆成那个司机的模样 我相信只要在三分钟之内 便可以完成了 问题就是 我要有三分钟单独的时间 不能被人发现 因为我心中 在竭力地思索住我 逃亡计划的第一步 所以我口中虽然在不断地说住 但是说些什么 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 等我将第一步计划 思索得差不多之际 我便站了起来 自答自问 我自言自语道 哦 有一件事 我必须去见一见干木先生 我自然知道 我在这间房间之中 所发出的每一个字 立即便有人会听到的 当监视我的人 听到我要去找干木 他自然不会去阻拦了 所以 我一面说 一面便向门外走去 出了门 我只向升降机走去 同时 我伸手入西装上衣的一个秘密口袋中 略微摸索了一下 我所需要的化妆品全在 我可以利用那些化妆品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当我等着升降机到来之际 我的心情也不免十分的紧张 没有多久 升降机的门打了开来 里面只有那司机一个人 我心中暗暗庆心 连忙跨了进去 直到门关上 我突然一伸手 已经拿住了那司机的妖眼 紧跟住 我左掌轻轻地在他的头肌一看 他整个人便已经软瘫了下来 倒在一角 我连气都不透 按了最下层的按钮 让升降机向下落去 然后 我以快到不能再快的动作 将自己的衣服和司机的衣服兑换 令得我十分欣慰的是 那司机的身材和我差不多 我一和他换完衣服之后 便点起脚来 顶开了升降机顶上的那个小门 从那个洞望上去 可以看到升降机的顶上 有一盏红灯 粗大的铁栏 正像怪蛇一样地在如如而动 我将司机自那洞中 塞了上去 又将小门关上 这一切 划了我两分钟 而升降机早已到了底层 门自动打了开来 我是还未曾化妆的 因此门一打开 我便变得随时随地 可以被人发现的目标了 我连忙一侧身 幸而 那一条走廊上 没有人 升降机门的一开一台 只不过十秒钟 然而那十秒钟 却长得令人感到 是整整一世纪 我连忙又按了 最顶层的按钮 令得升降机向上升去 然后我开始化妆 又过了两分钟 我就成了一个满面皱皮的老人 当我化妆完成之后 如果令那个司机站在我的旁边 可能任何人都可以一眼便分出我和他原人的不同之处来的 但是当我一个人穿住司机的衣服的时候 我相信我就是那个不能给人以任何深刻印象的老司机了 没有人会注意我和他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才在面上划完了最后一道皱纹之际 升降机突然响起了铃声 那是有人要使用升降机了 我连忙将升降机开到有人召唤的那一层 机门打了开来 我抬头一看间 心头的紧张 不禁又到了极点 站在门口的不是别人 正是甘木 我的计划已经面临了一个严重的考验 甘木和纳斯基 同是日本人 如果甘木也不能认出我来的话 那么我的计划总算已成功了第一步 但如果给甘木认出的话 那就完了 门开后 甘木立即问道 刚才是不是有人进来过 我知道他问的是我 这证明他没有认出我 同时我也知道 我在房间中的自言自语 已给监视我的人听到 并且立即转告甘木 说我要去找他 但是五分钟后 当甘木发现我还没有到 他便立即在搜寻我了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这个野心集团组织之严密 和办事效率之高 也是到了空前的地步 我低住头到 有 不久前 就在这一层走了出去 甘木和我讲的是日语 我也以日语回答他 当然 我的声音十分苍老 而且带住浓厚的北海道口音 如果说我的化妆不是天衣无缝的话 那么我的声音却是以模仿到了唯妙唯小的地步 甘木根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因为他是首脑的私人秘书 地位极高 但是我却只不过是一个背部足道的升降机司机而已 他只听到了我的声音 便再也不会怀疑我的身份了 甘木恩的一声 转过身来 只见一个人匆匆地走了过来 道 没有发现 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甘木又待了半晌 道 难道他误推了有蓝点的门 那人道 不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固然化灰了 我们也一定可以收到警号的 甘木向我挥了挥手 我连忙弯腰 又有人在召唤升降机了 我便将升降机开了上去 我心中的高兴 实是难以形容 因为我不但过了第一关 而且我还知道 有助蓝点的门是危险的 是不可推动的 我完全担任住司机的任务 达三小时之久 在那二小时中 在升降机上落的人 都显得十分匆忙 我见了甘木 不下五六次之多 他的面色 一次比一次来得焦急 我曾听得他对他人说 一个人在这里消失 而不为人所知 是不可能的事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老天 我就在他身后办不出 三个小时之后 升降机停在底层 一个和我穿住 同样衣服的人 走进了升降机 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 道 该你休息了 我含糊的应了一声 便走了出来 我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 现在开始第二部分 但是一开始便遭到困难 我如今是一个修班的升降机司机 当然要休息 但是我却不知道自己 是住在什么地方的 我抬头仔细打量 四周围的情形 只见那是一条 极长的走廊 在走廊的两旁 全是一扇一扇的门 那情形就有点像 如今的大厦一样 但是每一扇门 全都关住 我当然不能去找人来问 问我自己住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样一来 便露出马脚来了 我只好慢慢地走住 用最慢的速度 希望遇到什么人 自动和我搭讪 同时 我又仔细地看住每一扇门 希望门上有什么标志 但是过了很久 我却未曾遇到什么人 也没有在门上 看出什么线索来 当我将要来到了 走廊的尽头之际 我才听得身后 有人叫道 九凡 九凡 我不知道九凡是什么人 但是我却听得出 这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 我心中不禁一动 这是不是在叫我呢 因此 我连忙停了下来 我还未曾转过身 肩头上便被一个人 重重地击了一掌 这一定是一个 喜欢恶作剧的家伙 要不然 他招呼人的时候 绝不会下手如此之重的 我假作一侧身 几乎跌倒 然后口中咕噜了一声 那人道 九凡 下班了 再去喝一杯吧 那人果然是在叫我 我的名字 现在是九凡 我点了点头 道 好 那人格格笑了起来 道 甘木 你的同乡 送了一瓶美酒 给你是不是 我仍然含糊地道 是 那人道 那么 今天在你那里干杯了 他的话 正中我下怀 我立即道 好 那人兴高采烈地 走在我的前面 我倒反而跟在他的后面 他和我讲了许多句话 但是他是什么样人 我也没有看清楚 这说明他和我 九凡 一定是太熟了 熟到根本用不住一面讲话 一面望住对方的地步 而如今 他一定也不知道带住一个 根本不识路途的人 再到九凡的房间中去 没有多久 他便在一扇门前 用力一堆 那门竟是开住 被那人应手推了开来 门一开 里面的灯光 便住了起来 我看到房中的陈设 十分舒适 我知道 在这里的人 物质生活 一定可以得到 高度的满足 一进了房间 我将门顺手关上 那人也转过了身来 他一转过身来 便忘定了我 我可以断定 他也是日本人 月末三十多岁 身上所穿的是 工程人员的衣服 他望住我的面 而他的神色 则怪异到了极点 我知道那人 已经看出了 站在面前的人 和真正的九凡的 不同之处 但是 我从他的神情上看来 却又可以知道 他心中 并不能肯定 我不是九凡 那是因为 九凡的模样 实在太普通了 普通到了 虽然九凡和他极熟 但是却也不能 在他的脸中 留下什么明确印象的缘故 更何况 我的化妆 至少也有四五分相像 那人揉了揉眼 一手在鹅角上拍了拍 道 老天 你是九凡吗 我心中 一方面十分紧张 一方面 却暗暗好笑 道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哎 我一面说 一面以手去捶自己的腰骨 我曾经观察过 九凡的许多小动作 而捶腰骨则正是 他做的最多的小动作 我才捶了两下 他便道 你真是九凡 我们才一天不见 你好像变了 我道 那怕是你对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印象吧 那人摇头道 不 不 酒在那里 酒在哪里 这一问 可问得不错 酒在哪里 我怎知道 我只好在人们习惯放酒的地方去找 不一会 就给我找出一滴威士忌来 那人也不等 我去拿杯子 一手将酒抢了过来 过都 过都 酒喝了两大口 一面喝 一面叫道 好酒 好酒 叫完又喝 转眼之间 一大瓶酒 已喝去了 一大瓣 我这才想起 我应该止住他了 因为我现在是酒凡 酒凡一定也是一个酒鬼 焉有酒鬼 任人喝酒 而不去 抢过来之礼 所以 我立即一伸手 将他推的 倒在沙发上 同时 将酒抢了过来 也对住了瓶口 喝了两口 再去看那人时 只见那人 躺在沙发上 眼中已有了醉意 讲话的舌头 也大了 只听得他道 酒凡 只有在你这里 才可以讲几句话 因为你是电梯司机 所以没有人注意你 我相信 甘木也常来 所以他才送酒给你 是不是 我含糊地听住 那人的话 又给我知道了一个事实 在这个集团之中 除了最高首脑之外 几乎人人都是被监视住的 连地位高如甘木 都在所不免 由此便可见一般了 我又道 你可别什么都说 那人道 自然不会 只要事情成功了 我就可以接管三陵 三井两大财团的所有工业 我当然要努力工作 但是如今 我却想家 哎 我心中实事 又好气好笑 所谓 可以接管三陵 三井两大财团 管辖下的所有工业 那当然是野心集团 对那个人的许诺 由此可知道 这个人的地位并不高 因为野心集团 对我的许诺 是远东地区 警察的力量首长 那当然比他的地位 高得多了 我也跟住叹了一口气 道 谁不想家 那人忽然欠身坐了起来 道 酒烦 拿酒来 我将酒交了给他 他又猛喝三口 咸墨喝酒 一起从他的口角处 留了下来 他也不去抹饰 他将三口酒吞下之后 才道 酒烦 你可想得到 我今天几乎离开这里了 我听了之后 心中不禁猛地一动 道 什么 他又摇了摇头 道 我几乎离开了 如果我已经 有了决定的话 现在 弥子已经在我的怀抱之中了 弥子一定是他的妻子 或者情人 我想 我立即道 那你为什么不走 他抬起头来 道 酒烦 如果你去 我也走 那人讲的 虽然是罪话 但是我却看出 他想念弥子的力量 可以令得他 做出任何事情来的 我说道 你怎么能走 告诉我 我年纪比你大 一定可以给你下定夺的 那人又在演了几口酒 晃住酒瓶 道 总工程师 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 叫做鱼囊 是塑胶制造的 样子像一条大鱼式的胶套 人们在那胶套中 操纵控制感 便可以达到 每小时八十海里的速度 像鱼一样 在海中游行 我越听 心中便越是欢喜 但是我却故作镇静 打了一个哈欠 道 那也不行 你有这种鱼囊 你也出不了这里啊 那人突然一伸手 握住了我的手腕 道 九凡 我告诉你 制造鱼囊的最后一道工序 是由我负责的 而且 每一具鱼囊 在经过最后一道工序之后 要在海底试用 这也是我负责的 我已经计算过 只要七小时 我就可以见到迷子了 七小时 迷子 七小时 他讲到这里 突然唱起一首 古老的日本情歌来 那首日本情歌 是说有一双情侣 一个在海的一端 一个在另一端 为大海所足 日日相思 不能得见 音调十分苍凉 他唱了几句 我就合住他唱 等到唱完 我拍了拍他的尖头 道 迷子不知是不是 也在唱同样的歌 或许他以为 你已经死了 正在唱另一种歌呢 我一面说 一面哼了几句 日本哀歌 那日本人的感情冲动 显然到了极点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双臂张开 叫道 迷子 五郎来了 迷子 五郎来了 我见时机 已快成熟 立即走了上去 大拇指在他的太阳穴上 轻轻地按了一下 那一按的力量 如果恰到好处的话 可以令得醉酒的人 头脑略为清醒些 但是却又不会酒醒 我一按之后 他打了一个冷针 忽然呜呜哭了起来 我沉声道 五郎 你是不能离开迷子的 迷子对你来说 比一切都重要 我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 双眼直视住他 同时 我所用的声调 也十分低沉 五郎立即重负我的话 道 迷子比一切都重要 老实说 我对于催眠术 并没有什么 了不得的心得 但这时 五郎的精神状态 显然已处于一种 十分激动 任人摆布的情形之下 我修养病不高的催眠术 在他的身上 也立即起了作用 我心中大喜 幼道 他比一切都重要 比三陵三井财团 还重要 五郎一面流住泪 一面重负住 我所说的话 我幼道 你要用一切办法 离开这里 去见他 五郎立即道 是 我幼道 那鱼囊 你是知道操纵方法的 为什么 你不利用他 去见迷子 你已经不爱迷子了 五郎歇斯的礼地 叫了起来 道 不 不 我爱他 我唯恐他的叫声 被外面的人听到 忙到 低声 那你就应该去找他 我是九凡 你最好的朋友 我愿意和你一起走 鱼囊是你掌管的 你可以顺利地离开 七小时之后 你便能见到迷子了 你知道了吗 五郎止住了哭声 道 知道了 我又加强心理上的坚定 道 你必须这样做 只有得到了迷子 你今后才幸福 他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我道 事不宜迟 我们该走了 他向门口走去 开始几步 步伐十分亮腔 但是到了 将门打开之后 他的步伐 已经十分坚定了 我跟在他的后面 一直到了 升降机旁 五郎按了铃 等升降机的门 打开之后 接我般的那人 以奇怪的眼光望住我们 五郎到顶层 升降机向上升去 我缩在升降机的一角 只见五郎的胸脯起伏 现见他心中十分紧张 一个人在接受催眠的状态下 去进行平时他所不敢进行的事 心情的确会激动的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一切进行的十分顺利 如果我只能就此离开这里的话 那么一切都进行的太顺利了 不一会 升降机便停了下来 我和五郎跨出了升降机 不依据 他已停在 以闪圆形的钢门之前 在那扇门之旁 有一个刻住数字的刻度盘 五郎转动 住那刻度盘 我注意他转动的次数 发现那是一个七组三位数字组成 共达二十一个数字之多的密码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知道这个密码的人 即使活上一千年 也是无法打得开那扇门的 五郎当然是熟悉那号码的 但是他也足化了近三分体的时间 在那三分钟中 我的心跳声 甚至比五郎轰动刻度盘石 所发出来的隔个声更响 因为那是最紧张的一刹那 只要有人看见 我和五郎全都完了 而我也永远不能再找一个这样逃走的机会了 也就是说 我将永远和可爱的世界隔绝了 好不容易 像过了整整十年一样 才听着卡的一声 五郎停了手 我和他一起推开了那扇闫门 门门之内 一片漆黑 只见五郎伸手 在墙上摸索了一会 电灯变住了 我看到在我们的前面 有一条宽刻三尺的传动带 当五郎按动了一个扭车之后 那条传动带向前移动起来 五郎拉住我 站了上去 我们两人便一起向前移去 我四面看看 全是一些我叫不出名字来的仪器和工具 那里显然是一个工作室 我心中的紧张仍然丝毫未亵 在传动带上 月末又过了三分钟 我们便在另一间工作室中了 那间工作室的一幅墙上 有住五个净可两尺的大圆洞 也不知是通向何处的 而在地上的三个木架上 则放住三件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东西长约两公尺 形状像一条被其中剖开的大鱼 但是那鱼皮却有五公分厚 我伸手去摸了一摸 好像是橡皮 但是却柔软的像棉花一样 那显然不是橡皮 而是一种新的聚率以稀的合成物 是陆地上所没有的一种新东西 在鱼皮里面 像是一个十分舒服的软垫 按照人的曲线而造的 人可以十分舒服的睡在里面 而我可以看得懂的 是一个氧气面罩 还有许多仪器 我却完全不懂 五郎仍然被催眠的状态之中 他站在那三具巫师面前 道 久凡 这就是可以使我们离开这里的鱼囊了 他一面说 一面爬进了那东西之中 只听得十分轻微的拍得一声过畜 那东西便合了起来 十足像一条大鱼 这时候 我已经知道这具所谓鱼囊 实际上就是一艘性能极佳 极其轻巧的单人 小钱挺我心中的高兴 实事无以复加 我从鱼体头部的透明部分望进去 只见五郎正舒服地睡在鱼囊中 我拍了拍鱼囊 道 五郎 你出来 鱼锤又从中分了开来 五郎翻身做起 道 这鱼囊的动力 是最新的一种固体燃料 从彭沙中提炼出来的 任何人均可以十分简单地操纵它 我忙道 你尽快地叫一叫我 五郎以十分明简的语言 告诉了我几个按钮的用途 又向墙壁的几个大洞指了一指 道 只要推进这五个大洞中的任何一个 按动鱼囊的鸡钮 就可以像鱼雷一样的射出去的了 我沉声道 它们不会发掘的吗 的郎道 当然会 但是这鱼囊是最新的设计 速度最快 当它们发掘的时候 已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追得上我们了 我又四面看了一眼 道 如今我们在这里 难道不会被人发掘吗 五郎道 我想它们想不到在下班的时间 我还会到这里来 所以没有注视我 当然 我们仍可能为他们发现的 只要监视式的人 忽然心血来潮 按动其中的一个扭车的话 我一听 不禁更起紧张起来 道 那么我们 我本来想说的是 我们快走吧 但是我话才说了一半 便突然停住了口 五郎本是在被我催眠的情形之下 他的一切思维活动 均是根据我的暗示在进行住的 我突然的停了口 他便已充满住犹豫的眼光望定了我 我心中猛的想起了一件事 所以才使我的话 讲到一半 便不由自主的停了口 但是 我所想起的那件事 对我和五郎来说 都带有极度的危险性 因此令得我心中犹豫不已 催眠术智能成功 完全是因为一种心灵影响的力量 当你的意志力强过对方的时候 你就可能令得对方的思想 受你的控制 但是 当你自己犹豫不决之际 你就失去了控制对方的力量了 这种心灵影响 心灵控制 究竟是来自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这件事 至今还是一个谜 就像外太空的情形 究竟如何一样 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准 根本无法测出正确的结论来 当时 我心中在犹豫不决 而且 我对催眠术的修养 本来就十分肤浅 因此 我根本未曾注意到 五郎的面上神情 出现了什么变化 直到五郎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踩抖的吃了一惊 我连忙抬头向五郎看去 只见五郎面上那种迷茫的神情已经消失 而带之以一种凶神恶煞的神态 只听得他怒叫道 九凡 你在搞什么鬼 是我带你来的吗 我一听得他忽然讲出了这样的话来 便知道我对他的催眠控制已经失灵了 我心中不禁冲冲乱跳 因为如果五郎的态度如果改变的话 那么我的逃亡也就为山九任 功亏一篑了 我一面按做准备 一面道 五郎 你怎么了 我和你一起走 你去看谜子 从五郎的口中爆出了一连串最粗的下流话来 他一个转身 扑向一张装有许多按钮的桌子 我不知道他此举的具体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却可以肯定 他在脱离了我的催眠力量控制之后 又赶到三陵三井属下的全部工业 重要过迷子 因此将对我有不利的行动了 所以他只向前扑出了一步 离那张桌子还有一步距离之际 我立即扑了上去 我只是一掌轻轻地砍在他的后颈之上 他的身子便软瘫了下来 跌倒在地上了 我知道我那一掌的力道 虽然不大 但五郎本就受了太多酒精的刺激 他这一晕 在三小时之内 是不会醒过来的 我吸了一口气 站定了身子 我知道我将五郎留在此处 可能不十分人道 因为五郎被这个集团中人发现之后 一定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 但是我转念一想 却又心安理得 因为五郎并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他如果脚快的话 一定会为他自己辩护的 如今 我剩下来的事 似乎就只是跨进鱼囊 移动身子 将鱼囊置于发射的弹道中 离开这里就可以了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那样简单 如果事情是那样简单的话 我这时早已和五郎 一起置身于大海之中 而不会有如今那样的局面了 刚才五郎之所以能够摆脱我 对他意志的控制 是因为我心中突然产生之犹豫之故 而当时我心中之所以突然犹豫起来 是因为我想到了我已有了逃走的可能 是不是应该邀请张小龙和我一起走呢 当时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不仅考虑到我自己 而且也考虑五郎的安危 如今我当然不会再去顾及五郎了 然而我却不得不为自己考虑 我绝不是自私的人 但是如果牺牲了我自己 而于是无补的话 这种盲目的牺牲 我却是不肯做的 我知道我如今是处在生或死的边缘 死亡可能随时来临 因为正如五郎所说 监视室的人随时可以发现这里的情形的 但是我仍要抽出两分钟的时间来 全面地考虑一下 因为事情关系住一个全人类体杰出的科学家 我知道自己还有机会走出去 到张小龙住处的门口 在那一段时间中 我就算被人发现 也不要累 因为我是久凡 一个卑部足道的升降机司机 但是如果我进入张小龙室中的话 那我便非受人注意不可了 因为这野心集团对张小龙的监视 不可能是间歇的 而一定是日以继夜的 只要他们已注意到了我 自然便可以发现 我是乔庄的酒凡 自然 接着而来的是 一切皆被揭穿 非但是张小龙走不了 我也走不了 而如果我不顾张小龙的话 只要我爬进鱼囊 我就可以集住最新的科学发明 在海底集航 五郎告诉我 在鱼囊中有著自动导航仪的设备 那么全速前进的话 四小时之间 我就又可以和霍华德 和张海龙见面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来 我都应该立即离去 而不应该去找张小龙的 但是我却是一个倔强的人 有时倔强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像那时候 我便以为 只要有逃走的可能 我就不应该抛弃张小龙 独自离去 我要去碰碰运气 虽然这看来 是毫无希望 而且极度危险的 但是我还是要去试一试 或许 我就是俗于所谓 不倒黄河心不死的人吧 我像倒在地上的五郎看了一眼 又想张开住 可以立即送我到自由天地的鱼囊 看了一眼 然后 我一个转身 便向外走去 在门前 我站了一会 将开门的密码 记在心中 小心地叙述了一遍 然后 我拉开了门 立即又将门关上 一跃深 我已离开了那扇门 有三四步的距离了 现在我是安全的 因为没有人看到我 从那扇门中出来 我又以九凡的步伐 来到了升降机之前 不一会 升降机的门打开 我走了进去 向那司机 说了张小龙所住的层数 那司机 咕弄住道 你还不休息吗 我只得含糊地的应住他 升降机上升住 但是 未到张小龙 所住的那一层之间 突然又停了下来 我心中猛然一领 连忙侧身 而立 只见门开出 甘木和另一个人 跨了进来 在那片刻之间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一样 甘木一进升降机 便立声道 九凡 你已经下了班 还不休息吗 我将头低得最低 道 是 是 甘木又道 魏斯里突然失踪 如果不是我 向你一粒担保 你要受严厉的盘问 我心中暗存 这时在升降机 顶上的九凡 如果听得到甘木的话 那他一定会 十分感激甘木的了 而我当然也一样的 感激甘木 因为我如果遭受到 严厉的盘问的话 我一定也会露出 马脚来的 我又道 是 多谢甘木先生 甘木哼的一声 转过头去 和他同来的那人道 张小龙总算失去 已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那人道 是啊 我们派驻在各地的人员 也已接到训令 要他们尽量接近 各国的政治首脑 军事首脑 和科学首脑 甘木搓了搓手道 只等张小龙 将大量的黑海豚的 那一分蜜叶 离析出来后 我们征服世界的目的 便可以达到了 那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道 张小龙接受了 世界最高荣誉公民的称号 便心满意足了 他当真是傻瓜 哪像你那样 可以得到整个亚洲 甘木在那人的尖头上一拍 道 你呢 整个欧洲 那人发出了一下 愉快的口哨声 从甘木的这句话听来 那人一定是和甘木 同样地位的野心集团首脑的 四个秘书之一 而且 我更知道原来他们是准备 以海豚的那分蜜叶 来改变他们要操纵的人 海豚本来是智力十分高的动物 也是最容易接受训练的动物 的确是最理想的动物之选了 同时 我的心中也不禁阵阵发凉 因为我冒住那么大的危险 想去邀请张小龙一起离开这里 但是张小龙却在最后关头 愿意和这个野心集团合作了 幸而我在升降机中 听到了甘木和那人的对话 要不然 我冒住生命危险去找张小龙 不是变成了紫头罗网吗 但是 在刹那间 我的心中 却一点也没有庆心之感 我反而感到十分痛心 十分难过 因为张小龙这一答应和野心集团合作 不但人类将要遭受到一个极大的危险 而且这是一个个人尊严的崩溃 我对张小龙本来是有助极度的信念的 但是如今他却在强者的面前屈服了 在甘木和那人得意忘形的笑声之中 我头上欲裂 几乎忍不住要出手将他们两人一起杀死 但是我却竭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不让自己那么做 因为我要活住离开这里 我已经有了离开这里的可能性了 而且我离开这里之后 我将是第一个知道人类已面临住一个大危机的人 幸而甘木和那人先离开了升降机 才使我的忍耐力不至于到达顶点 我连忙吩咐那升降机司机再到最低层去 那司机叫道老天 就烦 你究竟在搞什么鬼 可是喝的太多了吗 我忙到帮帮忙吧 我要去找五郎 那司机摇了摇头 显然是他心中虽然感到奇怪 但是却并不怀疑我 我不断地伸手捶住自己的腰肌 不一会升降机又到了底层 我紧张地屏住了气息 跨出了升降机 等到升降机的门关上 我才如一阵风也似 掠到了那扇钢门的门口 根据我的记忆 转动那个刻度盘 我已经说过 那是一组由念一个数字组成的密码 即使是五郎 也是要花三分钟的时间 我手心冒汗 尽量使自己的手不要震 我曾经经过不少惊险的场面 但是却没有一次像如今那样吃惊的 那是因为如今的成败 不仅关系住我一个人 而且关系住整个人类今后的命运 我转动了月末两分钟 才转到了第十六个号码上 也就在此际 我的身后传来一阵格格的皮靴声 那声音自远而近 来得十分快 在声音刚一传入我耳中之际 我便想躲避 但是在我一个转身之间 我发觉已经迟了 一个人已经转过了墙角 离我虽然还有十公尺左右 但是他毫无疑问的可以看到我了 我连忙又转过身去 停顿了几秒钟 在那几秒钟之中 我全身肌肉僵硬 几乎连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只有我的大脑还在拼命地活动住 思索住对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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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